嗨 我是TG 這次要來談7月底上市的《伊玉神劍3》 對這遊戲有興趣的原因是 差不多我在7年前 才第一次玩到高橋澤在的第一部代表作品《伊玉神兵》 然後直接晉升到我心中最喜歡的第一名RPG遊戲 遠勝於第二喜歡的《超時空之藥》 頻道以前有做劇情解說影片 不過那時候還很菜 也許吃飽太閒會重做一遍 後來買Switch剛好出《伊玉神劍1》終極版 就順路補完一二代跟黃金果 花200多小時才補完 老實說《伊玉神劍》系列一直給有很微妙的感覺 每代都有很喜歡跟很不喜歡的地方 然後最後還是慢慢玩到破關 前半會先介紹前期劇情設定 爆裂前兩章 再來是站走大部分遊戲時間的內容 地圖 戰鬥與養成 支線任務 後半主觀評論主線劇情 支線與主線中間會設3秒防雷線 如果你是還在觀望三代的玩家 希望這部影片內容能幫助你買到符合預期的遊戲 三代劇情主題是生命的意義 以及一二代融合的世界觀作為賣點之一 三代人物只有一套新設定 不用擔心沒玩一二代也看不懂 三代可以直接玩 主要是加入許多不同於我們現實人類的設定 作為發揮主題的動力 讓劇情座展開 序章用心做了十幾分鐘以上的劇情影片 讓玩家帶入角色與世界觀的氛圍 但避免影片太長直接做個簡略說明 男女主角分別隸屬於兩方對立勢力 必須與他的同伴們從出生期不停的在戰爭中求生存 殺死敵人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能量 他們最多只能活到十歲 平安活到十歲 可受到女王舉辦成人儀式的殊榮 女王孕育出生命 最終回歸至女王身上 所有人視為一種安息與目標而努力著 過沒幾天 正好男女主角雙方人馬 被派去同樣地點進行搜查神秘物品 而發生戰鬥 我在一旁觀看的范黛姆 看出這群人身上具有命運安排 並出面阻止戰鬥 但什麼都還來不及說 刻意賣關子 被自稱梅比乎斯的敵人攻擊 展現壓倒性實力 萬代我們靠最後一口氣 啟動神秘物品的機關 讓男女主角雙方發生王道發展 彼此覺醒合體 成為賢尾蛇 暫時擊退梅比乎斯 同時他們所有人也被施法 成為全世界的敵人 男女主角雙方6人被選為賢尾蛇 已經不再受到需要彼此剝奪生命的擺佈 在雙方無處可歸的情況下 仍然以想要繼續活下去 非常強烈的求生意志而活著 並接受范黛姆臨終前的交代 他們必須一路往目的地前進 尋求答案 玩家扮演主角們 開始探索未知世界 遊戲又正式開始 首先是異玉神劍地圖是出了名的大 一直是系列做的重點核心之一 花很多時間逛地圖是家常便飯 吃豆撿素材 打怪 挑戰七喜四處的命名怪 素材做成強化能力的寶珠 或是完成委託提高殖民地的牽絆子 助於角色變強 提高遊戲完成度 如果被二代過於複雜又沒導航的地圖搞到很火 或是被一堆場景技能搞到很煩 三代全部改善 地形結構簡單很多 場景技能縮減為四個 觸發任務後可開啟導航 觸發前要自己找路 地圖有標示地點 包括二代被罵爆的教學 本作也有改善 全部強迫玩家照做一次 體驗一遍 繁瑣到讓你有媽媽教小孩的感覺 系統也有教學內容複習 不用花錢買 除了未來在海上有交通工具 其他要靠雙腳踏遍所有土地 傳送點有給的比前兩代多很多 打擾命名怪的墓碑也能當作傳送點使用 對於很喜歡光地圖的玩家來說 會很享受跑主線以外地方的自由度 打怪升級拿好東西 全部做完再回頭解主線虐怪的樂趣 升級成長曲線較慢 時間長 不適合討厭花很多時間跑圖打怪的玩家 戰鬥與養成是抑鬱神劍的核心之二 三代續張結束就有六人隊伍 每個人有職業可以任意轉職 職業分為坦克、補師、打手三種類型 在以此類型往下細分出其他性能不同的職業 遊戲很建議角色去替換其他職業升級 藉此習得精通技能跟戰技 在外帶到其他職業身上 一共有25個職業非常多 完成主線跟支線能解鎖更多職業 所以就是跑圖解主線支線看劇情 認識更多角色 解開更多職業得到樂趣 可惜的是沒有提供玩家記錄職業 配招跟配裝的設定 假如我設定好一個人做出最佳調整 其他人轉職可以直接套用 沒有這種設計 而是每個人第一次轉這職業都要重配重裝 轉別的職業再轉回來會直接套用上市的配置 但是有6個人要搞25個職業 多次下來是蠻煩躁的 遊戲提供最佳解 這有一件最強裝備 但往往與實際想配的裝有落差 戰鬥方面 玩家有幾件事要做 譬如說走到怪物的正 背面或側面出招 發揮戰技的額外效果 例如破防或傷害加成等等 右邊有箭頭給玩家知道人在怪物的哪邊 以及隊伍配招要顧慮能不能啟動連擊 例如這兩種其中一種 破防、倒地、浮空、猛擊 或是破防、倒地、暈眩、爆裂 這些都能有效造成敵人不可行動跟其他效益 戰技都出完了 那等他自動攻擊再觀察情況 等戰技可以再使用 或是隨時更換操控角色也可以 操作要求不高 比較吃觀念 很適合掌機模式 然而戰鬥體驗在前期跟中後期差很大 前期因為職業跟招式少 很容易發呆 連鎖攻擊打不出高傷害 怪物打很久 玩到30小時之後才開始覺得戰鬥好玩 到第四章中間才解鎖出該有的功能 以及得到比較強的職業 例如雙槍跟攻擊式 打怪速度比之前快大概兩倍 職業強度明顯有差 確實有幾個比較強 連鎖攻擊也開始能一次收掉半條血以上 導致戰鬥打法也出現大幅度改變 職業調整會更趨向如何撐高連鎖攻擊傷害 以及穩住隊伍 讓我方全安定活到其中連鎖攻擊 再利用連鎖攻擊作命名怪或BOSS的最後一集 讓今天只多好幾倍 達到快速升級 至於連鎖攻擊已經有超多影片解說 就不多做介紹了 要講的東西很多很細 多嘗試跟思考如何拉高連鎖攻擊的傷害 也是摸索戰鬥的樂趣之一 戰鬥難度比一二代簡單 好上手好玩 再來是劇情 這部分我拆成支線跟主線來說 前兩張劇情其實還有兩個重點我留到現在講 他很尷尬的卡到讓主支線分開發展 女主角米漾有時間壓力 再過三個月左右滿10歲 壽命走向終點 這點作為主線借題發揮的一大重點 以及男主角諾亞有辦法物理解放殖民地 讓兩方勢力不再陷入無限循環的戰爭中 所以主線經過的殖民地會感到時間壓力 其他殖民地支線故事是任何時間點 因此到處解支線會讓人感覺米漾的時間壓力形同虛色 三個月跟納美克星5分鐘爆炸一樣久 這點我只能說先玩到後面吧 太糾結在這一塊會讓自己很痛苦 支線之所以會這樣設計 我玩完是覺得主要藉著許多不同的故事 去表達生命意義 浪漾在主角群心裡 以及多數支線主角都是殖民地的軍務長 有些跟主角群有關係 多知道一點過往情節 軍務長有些人設不錯 與出生士兵的主角群有強烈對比 主角群外型設計偏向故意凸顯出平凡 但完成支線可以解鎖職業跟造型 有的故事不錯 有的老套路 畢竟支線任務不含工具的任務 一律只給兩個任務長度來講完故事 大約一到兩小時 故事能寫的篇幅跟發揮很有限 支線大致上是這樣的內容 主線劇情先說結論 我是不大喜歡 後面再詳述 我玩到破關的過程當中 大概有四分之一時間在跑圖 二分之一玩戰鬥跟調整裝備隊伍 其餘時間看劇情 破關是七次小時 支線全解完破百小時 如果看下來覺得對劇情過場演出很有渲染力 音樂跟演出畫面搭配一直是抑鬱神劍強項 有人會看到哭有人不會 對劇情主題戰鬥介紹跟跑圖感興趣 或是有幾位人設對到你的胃口 發現新老婆新老公 想買個內容多帶要玩很久的遊戲 那抑鬱神劍3很適合你 對遊戲很有興趣想抽獎 請直接跳往指定時間走看抽獎辦法 再來要講主線跟反派的劇情內容 3秒防人線之後我會瘋狂暴雷 支線講過有超多殖民地跟故事 每個殖民地都一位軍務長跟執政官 執政官都所屬梅筆巫師勢力 與鹹尾蛇敵對 為了阻止鹹尾蛇破壞他們永恆的生命 這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擔任反派的人物暴奪 也導致沒有足夠的故事篇幅去塑造他們 除了少數兩三位 其他二十幾位都沒有特色 超多都是慾望強烈到人生觀很扭曲 最後下場都是照照軍務長跟主角群的 不要隨便操弄他人的生命為樂趣 支正義嘴砲攻擊 然後不斷地重複上演好幾遍 反派台詞超愛打謎語 常常死於話多 要嘛就是愛玩玩到死掉 超多這種情節 相當令人煩躁 後期又剛好有一位執政官會加入偶方 他一直解答我對 梅筆巫師一定個性都要這樣麻的疑惑 永恆生命跟敵對關係 我認為沒必要建議在個性都扭曲到好像中血一樣 打到破關 沒幾位反派是有印象的 還有另一個不喜歡的點是 執政官N與M的故事原本很不錯 N為了與心愛的M永遠在一起 被最後大漠頭Z誘導到選擇永恆的生命 加入梅筆巫師 我原本以為接下來的發展是 N自身選擇或後面有事件 導致N走向扭曲 結果是這兩個人的命被Z開特例 Z命令N去都市殺死所有人才能換取性命 導致N對N很失望 這兩人故事格調 瞬間被Z拖到谷底 事後我來上網查一下梅筆巫師的意思 以及對照遊戲中所說的 Z是所有梅筆巫師的集合體 所有人心中都存在梅筆巫師 也許暗指所有人都會期許 在某個最美好的時刻 會萌生時間永遠停在此刻的想法 但是Z出手干涉別人生命的選擇 就會覺得又毫無緣故出現必要的惡 跟其他執政官出現一樣問題 用惡去彰顯主角方的正確 選擇永恆跟主角群所說一樣 選這條路是很自然的想法 反派也能塑造成擁有選擇永恆的信念與立場 只有莎奈亞的起承轉合做得很好 並不是很單純意識的慾望 或是玩弄與不尊重生命套在反派上 導致敵我方只能佔很狹隘的論點 原本恩友往這個方向發展結果被拖下來 因此三代反派方對我來說是歷代最差 雖然第四章跟第五章各有很精彩的點 我很喜歡聖南火與艾塞爾用最後剩餘的生命 去做最想做的事情那一段 最後留下見證此刻的主角群與兩人的鐵巨神 這段演出跟音樂看的蠻感動的 然後生命輪迴真的很神兵 有幾個畫面超像 看了很開心但也就那一下子 精彩的地方照亮整個主題 但是像煙火一樣短暫 最後二代全家照給我感覺很差 當初二代第十章講一堆很抑鬱很誇張的設定 像在開玩笑 以目前內容對我來說主線的感受是這樣 主線很精彩的地方 但我不喜歡主線 最後來講《抑鬱神劍3》的抽獎辦法 這我自己掏腰包享受支持跟回饋一下 沒有接任何工商跟贊助 從影片發布的日期算起 滿七天截止 只要在留言區留言 我很想玩《抑鬱神劍3》 然後後面寫下原因 這樣就成功報名 預計在8月23號twitch開始況抽獎 抽獎機率會放在置頂區 我會用留言回覆的方式 想要數標記提醒中獎者到留言區回覆 回覆領獎 我會給電子郵件 確認如何寄出《抑鬱神劍3》 一天未回覆會再重抽一次 直到有人領獎為止 我是TG 感謝你的觀看 掰掰 我們會看見 很久沒請 我們的軍們 我們會看見 我們會想到 僕會想到 我們會想到